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赵紫阳和胡耀邦的影响下 感到中国实际上是很自由的时候 其实我们走在前面的人 那时候就已经感到非常压抑 今天像子明走了 小波走了 对我来说 小波会活在我的心中 子明会活在我的心中 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在政治上 有什么样的主张和贡献 这些主张和贡献迟早会成为成千上万人的选择 他们能活在我的心中 最主要是因为 我们一起走过一段非常艰难的路 小波比我走得还要难 原因是 小波原来他是一个文学上的狂人 我们在座很多人都是说 我们追求个性的完善 追求家庭的幸福 追求爱情 追求一个完满的家庭 小波其实在这些都想要 但是他把这些都牺牲了 八十年代 小波成名的时候 他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一个文学狂人 他傲视着整个中国古往今年的 近来的伟大的文学巨匠和思想家 对他们进行了鞭斥 但是这样的一个灵魂 在九十年代完成了一次涅槃式的转变 他走向了反对运动的领袖 开始协调各种关系 今天我们回头看 没有一个人像他协调的这么好 把如此多的派别 如此有个性的人 都协调在一个运动中 零八线长 小波为此忍受了许多的屈辱 今天我们看到的名单是签了字的 实际上还有很多没有签字的 他们用各种理由没有签字 还有的人对小波进行了非常难堪的辱骂 但是小波把这些都忍下来了 其中有些人最后小波赢得了他们的支持 虽然他们没有在零八线长上签字 但他们认同了小波 当小波获得诺伯尔奖的时候 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认可小波 这两天我们在中领馆前给小波静坐 静坐中我们一个口号 他终于自由了 其实在我的心中小波还没有自由 甚至小波的名字 今天在中国都是不自由的 去传播小波的思想 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小波真正自由的一天 要等到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建立了宪政民主中国之后 他才能真正获得自由 但是另一方面 小波的不自由 使得像一座封碑一样 标志着我们一个时代的苦难和希望 小波走好 多么小波都没有法 申请不练一座封碑一样 谢谢你 请不练一座封碑一般 最后有他地方 那么免费 不练一座封碑一般 一座封碑一座封碑一般 所以我们应该需要 安静着你要浏封碑一通